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一刻 我懷著謙卑的心情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後任行政長官 和大家開始 新的一段同行 我要感謝曾俊華先生 和胡國興先生 還有葉劉淑儀女士 他們在這次選舉中的表現 令人敬佩 更啟發了我很多 我希望他們會繼續用 他們覺得合適的方法 和我一起服務香港人 我說在這個過程中 我學了很多 聽了很多 就說我知道我有不足 在未來的日子 我要加一把勁 是要做得更加好 今天存在 一些頗嚴重的撕裂 和積累了一些屈結 我的首要工作 就是去修補撕裂 和解開屈結 所以我首要的任務 就是團結社會 我馬上就會以後任行政長官的身份 去邀請不同政治立場的人 就著一些介一共同關心的議題 坐下來去談 我相信 這些坦誠的溝通 是可以為我們找到一個出路 在這次組織的問責團隊裡面 是廣立然能 用人為才 我會邀請 有心有力 有承擔 願意和我一起服務香港的人士 不論派別 加入這班子裡 但到目前為止 就不能透露一些名字 要說的多謝 我說了 我會不會去中聯辦 但這不是借票的工作 這是禮節性的需要 因為作為一位後任的行政長官 是要有一些禮節性的工作 是會在未來這幾天展開的 亦都要和三個中央駐港的機構去匯面 這純粹是禮節性的會面 這純粹是禮節性的會面 我先生 我先生等了我很久 如果大家記得 在現界我都打算退休 本來打算去英國 少住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結婚三十多年 我們結婚三十二年 其實可以一起 相聚的時間 不是很多 甚至少到有些人說不是很正常 所以擔心他有紅顏知己 所以 他為我犧牲很多 所以 對不起 老公 你要繼續犧牲 給我犧牲 我樂意為香港的市民 給我犧牲 至於兒子就無所謂了 兩個兒子都大的時候 他們有自己的生活 自己的工作 只要他 間中關心媽媽 或者到我會用Facebook的時候 和我多些Facebook 我就會非常之安慰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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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